软烂男见招使坏 女孩别上当 台中18岁少女下海接客 只因为男友为了钱编织假梦想 但实际上这样的软烂男比比皆是 除了劈腿撒谎 董新闻整理 男人为了骗钱 最常出的烂招就是 为了我们幸福未来一起打拼 但往往这时候只有女生 做牛做马努力拼 假装自己是大亨 我的钱都在国外 台湾没资产 我的钱都被爸爸冻结了 但实际上这种男生 只想扣女生养 我的家人生病了 急需要钱 为了骗钱 不惜诅咒家人 如果真的爱我 就不该分彼此 女生听到这种话 可别运船啊 恐怕是最烂的一招 我是特务身份 不能曝光 只好你养我 这些招数看起来都很瞎 但真的有女生 信以为真 傻傻被骗 因为她们在帮她发一个梦想 可是梦想 往往都会来自于大王 她发现另外的对象 并不是如此 所以在她的时候 软烂男为了达到目的 不惜说谎 编织假梦想 看准的就是另一半 对自己的信任以及安全感 这时只能奉劝 女孩们眼睛可要真大了 动新闻综合报道 学名当记者 学名做更衣 独家爆料给苹果 经理计划 稍微一千元 每天两千元 就给你 请站机构 你爆料我捐款